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血再现了他们80年代的球场经典对决 可谓是传奇球星的热血交锋 在小英雄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下 各自引领时代风潮的两大goat跨越时空 同时呈现在蓝网之下 展厅中央的球场空间 组成了一件大型的沉浸式艺术装置 观众行走其中犹如穿梭在时间静止的球场上 被定格的篮球让观众们得以近距离感受 篮球小英雄在球场上挥洒过的青春和热血 带有艺术家标志性风格的赛场沙盘和积分器 还原了在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象中 所发生的一场精彩对决 真实还原的球场更衣室 仿佛从画作走进了现实 在这里艺术与生活运动相互交融 我们现在在墙上看到的就是Edgar的手稿 那他从这个后话的手稿里面 我们就能看到他情趣的最直接的一种交代 展览海首次展出了30余幅Edgar原作手稿 Edgar非常喜欢涂鸦的艺术形式 其作品的创作风格天真活泼 游走在童星和超级英雄题材间 如果你想了解小英雄们是如何诞生的 不妨来到这里 在随心生动的线条中 回到Edgar的创作初心 沉浸式涂鸦墙和超大的小英雄形象 真的让人挪不开脚 忍不住要多拍几张照片才过瘾哦 以涂鸦为主要创作手法 来展现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奔放用色和涂料风格 投射出对自由的向往 在他笔下 穿着超级英雄服饰的孩子 是个可爱活泼的小英雄 此次篮球小英雄的全球巡展首战 还汇集了来自专业篮球品牌 Wilson和经典篮球游戏NBA 2 KOL 2的大量珍藏品 呈现篮球文化在当代的不同切面 展览的最后一个区域 是献给世界球迷朋友的彩蛋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柯比说过一句话 他说英雄是一时的 但传奇是一时的 但我们要说 其实柯比他自己就是一个传奇 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明为在探索梦想未知途径上的 守望之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